妈做这块书还挺复杂的 不算复杂吧 这边去买了 20块 这不是上次咱俩买的吗 是那个的 又买了 那会都吃了吗 那我咋没吃到呢 那会你没吃到 那还有一点妙 今天一块 一块被淘汰 什么时候发生的时候 我竟然不知道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把猪皮吃完了 没吃完还用淋的 得多洗几遍吗 现在不用了 现在洗一遍 然后给它下锅 包锅里头 包锅里头煮一下 就把那一层油垮掉 这是蒸第几锅大馒头了 昨天蒸了两锅了 都不都送人了吗 今天再蒸一锅半了 做面食跟过年都不一样 都送面食是吧 送大馒头 妈那个猪皮的熬多长时间呢 这个 这个煮后开锅 快的能炸它们 这个它捞出来 捞出来 把那层油皮 拌进去 把这层油垮掉 把这层油垮掉 要是要贴肉 我没剃杆腿 顶上还有一块肉呢 这个小狗不小狗多好 整干净的洗也好洗 我妈为了刮猪毛 她特意整一把新的眉毛 刮到新的眉毛 她的全切成丝 嗯 切成条 挺多呀 这啥啊放点 放点汽油吗 放点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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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油都洗掉 洗完的时候是白糖 放点汽油 一掉就都是油 再洗 这个猪皮我妈头洗了六遍 上面已经没有油了 下一步就把它放锅里边开始熬了 水多吗 水不多 水不多 这皮多多少多少 换成大锅了 那锅小啊 嗯 开的就给它割小火 让它骨子就行了 不要大锅了 慢慢熬 对就这么慢慢熬 这得熬多长时间 对啊 一个多两小时吧 就这样小火熬了两小时啊 嗯 熬了两个多小时了 看看啥样 可以 妈这样就可以了 是不是 可以了 有点奶白色了 对 倒这里就让它凝固 给它放凉了 嗯 给它圆圆 我刚才不小心摸了一下 这顶的糖 你看很黏的 这里边都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然后这个就放在这吧 放在这等它凉了以后 它就会凝固的 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吧 因为太晚了 我得回家了 等到下回再来 我给你们好好拍一下这个 凝固好的 对 凝固好的 我好好给你们看一下 我给你留着 请 players 可以 眼睛 使用 ijd